捷克右派人民民主黨領袖 費亞拉 獲得總統齊曼任命 總統擔任新政府的總理 二十八號在總統行館宣誓就職 因為肺部疾病入院治療 一個多月的齊曼 出院當天 又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處於防疫的考量之下 全程是隔著嚴密的玻璃罩來管理 醫護人員穿著全套防護衣 推著坐在輪椅上的總統齊曼 參加新總理費亞拉的宣誓就職典禮 現年七七歲的齊曼 過去四號背中霧而且嚴不離手 還患有糖尿病 十月十號國會大選結束後的隔天 就因為肺部疾病 被緊急送往布拉格軍醫院接受治療 四十六天後出院 又被診斷感染了新冠病毒 於是當天又住進了醫院 直到二十七號才獲准出院 出於防疫的考量 這場在萊寧市總統行館 舉行的總理就職典禮 齊曼是戴著口罩 隔著嚴密的玻璃罩管理 費亞拉領導的人民民主黨 與兩個小黨組成一起聯盟 以些為差距擊敗民粹主義富豪 總理巴比斯所領導的不滿公民行動 選後一起聯盟又和市長 與獨立人士黨 以及海盜黨這兩個中間派政黨結盟 五個政黨在總數兩百席的國會 佔有一百零八席確保執政的資格 按照捷克憲法的規定 總統是虛位元首 但由總統負責新政府籌組的談判 因此接下來 其慢將分別與可能的內閣人選會談 最後的名單預計十二月十三號頂定 費亞拉總馬上任 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境內棘手的疫情 這個總人口一千零七十萬人的國家 擔任新增確診病例數 破紀錄的來到兩萬六千例 過去三個星期以來住院治療的人數 增加一倍 來到將近六千人 東部醫院都已經滿載 不得不把病患轉往其他地區的醫療機構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